郭欧剧市场再次热闹起来,梦华路无疑是当下最火的剧,从6月2日首播截止到6月9日。 梦华路在腾讯视频上播放量破10亿,平均日播量过亿,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播出7天该剧拿下全网整篇播放, 市占率的6个日关,在抖音B站等视频平台上,相关二创和二改视频也能达到百万的播放量。 更让他出圈的事件是豆瓣网友在一天之内,把梦华路的豆瓣评分从8.3分提到了8.8分。 剧集宣传方对他的宣传语,从口碑新剧改到高口碑新剧,后续直接升到为年度最高分国产剧, 他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热剧前置。 一开始观众是冲着刘亦菲成晓的颜值剧的,剧集播出后两位主演的演技, 以及营造出的CP感成功让观众买单。 随着剧情展开在好看的皮囊之外,故事叙事张力开始显现, 延伸出的女性独立人设也切中当下社会的热点话题, 这里面也存在观众的报复性打分。 一位给梦华路打了五星的豆瓣网友留言, 首先他尊重了我的眼睛,其次他尊重了我的智商。 这条短评被两万网友点赞,观众苦,劣质偶像剧久矣, 就在去年豆瓣评分均不及4分的《御龙军90》等剧集的出现, 引发了观众对古偶剧的吐槽。 两部剧的主演王鹤蒂金翰在当时也成为B站影视剧up主的重要素材, 现在关于梦华路到底值不值8.8分的争论已经不重要。 这部剧在此时出现,就像是一块照妖镜, 照出近几年古偶剧市场出现过的妖魔鬼怪。 那么梦华路到底好在哪里? 小二对网友们的说法看法,进行了汇总, 大致将梦华路的突出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。 首先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刘亦菲的参演。 小二在不少相关话题或视频的评论区看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 我没法客观,她可是刘亦菲呀。 刘亦菲15岁出演电视剧《金粉饰家》中的白秀珠高调出道。 之后又因为连续参演了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》, 《天龙八部》《神雕侠侣》, 绝美的造型加上精致的演技让她惊演整个娱乐圈, 更是成为了当时很多少男少女心目中的神仙姐姐。 因为四部电视剧,刘亦菲奠定了自己在影视圈中的地位, 但自此之后的16年, 刘亦菲虽然也参演了几部电影, 但都反响平平,甚至有些口碑极低, 但也是这整整16年刘亦菲没再播出过任何电视剧作品, 《孟华路》是时隔多年的第一部, 甚至有网友科普冷知识, 《孟华路》是刘亦菲成年后播出的第一部电视剧, 所以《孟华路》强势出圈, 和刘亦菲回归电视圈密不可分。 其次是《孟华路》从演员到角色的适配度, 到辅导化再到剧情各个方面的发挥都相对正常。 用网友们的话来说, 《孟华路》如果放到之前古装偶像剧神仙打架式的竞争中, 只能勉强属于合格, 但放到如今, 国有剧平波但大都没有记忆点的现状里, 它能数上乘。 再者便是刘亦菲写《孟华路》出现, 戳中了大家的青春回忆。 最近各大社交平台上都涌现出了极多, 对《孟华路》进行二次剪辑创作的视频。 想而印象最深刻的, 就是有博主将刘亦菲在《仙剑奇侠传》中的镜头, 与《孟华路》中的镜头进行了极富故事性的混检, 可以说让人秒回青春。 如何形容这样的感受呢? 就像大家多年之后看着王心灵, 穿着毫无违和感的学生服在舞台上, 唱跳那首《爱你》, 然后断层时出圈一样。 王心灵还是大家青春记忆里的甜心模样, 刘亦菲也还是大家心目中神仙姐姐的样子。 当年追剧的人已经是为生活奔波, 为车子房子孩子无限妥协的大人了, 但那些年追过的人再度出现在银屏却还是熟悉的模样, 大家的热忱更像是平淡生活中的激情寄托。 从电视剧本身创作良心, 到刘亦菲的归来效应, 到观众的情感寄托, 《孟华路》爆火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, 但荣红和是非多, 从来都是挨着的, 《孟华路》的主创也不例外, 除了满屏刘亦菲的神仙颜值被粉丝们各种安利, 讨论不断地还有刘亦菲和陈晓的《顾盼生辉》CP, 尤其是剧中赵盼儿和顾千帆的《吻戏》一波, 全网几乎沸腾, 热搜不断相关视频满天飞, 各种CP粉甜蜜言论更是不止。 热意基本都是针对剧情以及剧中角色而发的, 但也有一些人从角色上升到了演员, 甚至把重点放在了演员个人的感情生活上, 陈晓是收到评价最参差不齐, 涉及私生活最多的那个, 说起陈晓除了他在《陆珍传奇》中的出演, 被大家讨论最多的当初他主演的电视剧《星神雕侠侣》, 而讨论的核心就是他和另一位主演陈延熙, 他骂人因为这段戏结缘, 而后又在婚礼上上演了掀起投杀的甜蜜一吻, 在当时可是连登几天热搜的, 但他们结婚时甜得有多让人羡慕, 结婚后感情遭人质疑就有多严重, 陈晓婚后形象改变有人才婚变, 陈晓婚后眼睛没有光了有人才婚变, 陈晓婚后公开和陈延熙的互动不多也有人才婚变, 可无论外界对他们感情负面的评论有多多, 他们婚姻关系自诩之中没有任何改变, 前不久陈延熙生日时, 陈晓还公开送上了生日祝福, 陈延熙的回复也带上了与两人而言, 极富意义的表情符号, 这样的甜蜜互动也算得上是历迫传言了吧, 尽管依然有人拿他们之前合照的生意颁奖台上表情的冷漠, 以及同台时的尴尬气氛为具来创摔他们的婚姻, 但他们始终在一起的事实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, 其实从陈晓对陈延熙的生日祝福中就可以看到, 最近几年都专注家庭生活的陈延熙, 其实也开始努力的发展事业了, 今天凌晨他还转发微博表示, 自己参演的电视剧《温暖的甜蜜的》也已经复工了, 一句,齐佳怡已复工, 让不少人梦回那些年中的沈佳怡, 除两位主演超强的粉丝号召力, 播出平台顺势而为的影像外,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同行承托, 给梦华录打高分的网友直接表示, 看了那么多烂骨偶, 终有一部各方面都及格的作品出现了, 没有演技拉垮, 没有辣眼滤镜, 没有磨皮柔光, 没有塑料特效, 没有抠图制紧, 一位网友评价, 这就是现在观众对古偶剧的要求, 只是没有大团板, 各方面都不算差的古偶剧, 就能激发观众的追剧热情, 也可见之前的劣质古偶剧, 把观众伤得有多深, 近几年级却有不少PGS加级制作的古偶剧, 被观众吐槽得厉害, 就在五月份刚完结的, 由赵露丝和杨阳主演的古偶剧《且是天下》, 豆瓣评分5.6, 被网友指控部分桥段抄袭贺里华亭冲上热搜, 这些年, 制作粗糙主演形象不佳的古偶剧, 甚至养活了一波娱乐博主, B站UP主三代路人曾就, 为什么古偶剧越来越难看做了一期视频, 播放达到300万, 视频下一位观众表示, 以前我还能看看花瓶, 我现在不仅演技看不到, 连花瓶都看不到了, 这则评论点赞近2万, 说到底在墨金观众口味的故事内容基础上, 梦华露只是做到了尊重叙事, 可以说, 它只是一部没有一味讲究所谓的快节奏, 把感情线做扎实了的古偶剧, 而梦华露最终会不会高开低走, 还要看后续, 有没有跳脱出古偶剧套路, 但一部高配古偶剧就能引发如此的市场效应, 也足够让当下的行业创作者惊醒了。